新平2012年剛剛掌權的時候 就直接公開講太平洋夠大 能夠容納下兩大國 這一次呢 他直接電賀拜登的同時呢 民主黨內部的華盛頓掌權派 真的有可能在太平洋容納下兩大國嗎 其實應該這樣觀察 你去觀察中國官方或非官方 現在在談中美關係 都會出現兩個字叫做合作 我們都知道川普很清楚 他把中國就當為戰略敵人 那戰略敵人再過來叫做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再過來叫做競合夥伴 如果拜登曾經是公開講 美國未來最大的敵人是蘇俄 俄羅斯 那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中國 那這個東西呢 在中國角度 他希望多推一步 變成競合的夥伴 所以你看了 習近平發給拜登的賀電 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 希望兩個國家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所以很清楚 習近平一直希望說 未來如果拜登上來的時候 可以跟中國網開一面嘛 因為競爭是一回事 可是如果合作的話 那就有互相配合的空間 甚至包含前一陣子 副營 中國前的外交部副部長 也投書紐約時報 他的大標題就是 中美建構合作競爭關係 是可能的 所以很清楚 中國現在在打什麼算盤呢 希望未來拜登上任之後 除了不要重拾中國 川普過去的戰略敵人的策略 甚至希望想合作夥伴 或是競合夥伴這邊走 那川普呢 當然了 他態度是很強硬 可是拜登 我觀察到 感覺現在真的有一點 在抵护地橄欖枝 給習近平的感覺 拜登今天重申了 American first 就是川普過去的路線 美國優先他會放棄 未來他的路線叫American back 重回 美國重回正魂 這東西其實是很吊詭 你如果放棄了美國優先 那誰優先呢 美國優先 就美國如果你放棄美國優先 叫做美國落後 那就中國優先 所以朱利安尼 直接就講嘛 美國不優先的話 那就是中共優先嘛 這很清楚 兩個大國面對休息底的陷阱 一個國家放棄了優先的戰略 大戰略架構的話 那另外一個國家 當然就要彎到超車 所以拜登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讓人疑慮 而且打一個問號的 而且蘇利文也是這樣 蘇利文現在最新的 危機解密 竟然被人家挖穿 他過去竟然是棄台論的 論調的支持者 他曾經在2011年的時候 發一封email給希拉蕊 上面寫出什麼東西 是個紐約時報的投書 他的那email大標題 叫做有趣的文章 那這個紐約時報投書標題是 放棄台灣以拯救我們的經濟 內文大概是講什麼東西 他講第一件事情 說中國去併吞台灣是早晚的事情 而且現在台灣經濟已經不斷向中國靠攏 有一天被中國吃掉 是板上丁丁的事情 那建議美國呢 在2015年前終止台美協防的安排 來換取中國撤銷美國1.1兆美元的債務 那重點來的 這當然是一篇投書 可是蘇利文特別把這篇投書 轉給希拉蕊 那時候美國的國務期 本來就非常令人起疑鬥 而且希拉蕊竟然回覆什麼東西 這想法非常smart 我們可以來討論看看 換句話說裡面必然有一個會談 不管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可是曾經的討論要放棄台灣這件事情 那這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不能接受 或是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值得疑慮的部分 更遑論了 現在整個布林肯也被人家踢爆說 過去曾經跟現在他們可能內地的海恩斯 就是所謂國家情報局的總監 曾經過去在華府有開所謂的公關顧問公司 專門在談所謂的軍火商的聲音 跟軍火商的遊說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典型 川普所說的華府的沼澤 那這些人如果拜登繼續使用 這一幫子在華府沼澤討生活 在華府沼澤深陷其中的人 那你很難不去擔心 他們過去跟中國有沒有可能 有千絲萬縷的利益 而導致未來他們在外交政策的軟弱 所以賓州現在傳來的好消息 賓州法官在25日宣判 目前禁止賓州任何官員 去認證賓州大選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24號的時候賓州的州務院 已經宣布拜登勝出 而且賓州是民主籍的州長 也宣布了拜登勝出 可是法院馬上打臉說不行 未來因為賓州這個州有諸多爭議 要舉行公聽會 在公聽會舉辦之前 不可以禁止任何賓州官員 去宣布誰贏誰輸 所以這是川普的最後反攻的號角 如果川普可以反攻成功的話 那台美關 美中台三方關係 繼續依舊維持抗中的大基調 如果拜登勝出的話 那會讓我們很擔心 過去千絲萬縷的中國利益 到底會不會影響拜登的走向